第126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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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身体上面冒发出黑色的气息 这些黑色的气息不断地迁往夜晨的周围 夜晨一枪一箭挥舞而出 但是这些黑气根本解决不掉 一双眼眸看着五名魂殿强者 夜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决定静观其变 倒要看看这五名魂殿强者拿出什么样子的手段 不得不说夜晨一高人胆大 若是别的舞者解决不掉这些黑气的话 一定会想着逃离 然而夜晨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动作 在夜晨的心里面 这五名星翘镜的强者已经是死人 获得诸天神魔枪 正好用星翘镜强者的血来祭枪 在天空上方 乌云之中雷霆闪烁 夜晨的周围出现一道蓝色的屏障 五名星翘镜强者看到夜晨 竟然不做出任何的抵挡 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冷笑 夜晨还真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他们五名星翘镜强者凝聚成的阵法 何其恐怖 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的河道镜舞者能够承受的 不管夜晨多么的妖孽 但是境界摆在那里 夜晨 今日就让你知道雷霆灭势阵的威力 小杂种 当初没有死 现在自己跑过来 想要找死 他们魂殿强者知道雷霆灭势阵的恐怖 只要阵法运转 雷霆不灭 他们的实力越强 雷霆的威力越恐怖 今日必定让夜晨死无葬身之地 彻底解决后患 到时候他的宝物和机缘 不全都是他们的吗 一想到能够击杀夜晨 还能够抢夺机缘 他们内心里面就已经有些按捺不住 夜晨笑而不语 能不能活下去 他们说了不算 他想不想活 只有自己说了算 雷霆灭势阵已经完成 乌云之上 硕大的雷霆顷刻之间落下 当雷霆落下的那一刻 五名魂殿强者的内心不由地激动起来 在他们看来 夜晨恐怕连第一道雷霆都承受不住 一道雷霆之力夹杂着毁灭的气息 骤然落在夜晨的身体上面 雷霆散去 五名魂殿强者看到夜晨的状态 彻底吓了一大跳 夜晨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他们揉揉眼睛 却发现夜晨站在原地 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势 五名魂殿强者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到底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有一些懵逼呢 夜晨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魔躯和不朽神体 造就他的肉身坚不可摧 再加上血脉加持 此雷霆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雷霆之力 夜晨早就已经承受过无数次 当初更是因为雷霆之力 领悟时间法则 岁月的力量 他的本身就对雷霆 有一定的免疫力 我不信 一定是他在装神弄鬼 其中一名魂殿强者开口 他不相信夜晨的肉身 能够如此的恐怖 一道道雷霆不断的落下 夜晨替势没有 甚至闭上眼睛 利用雷霆来修炼时间法则 好不容易遭雷劈 夜晨怎么可能放弃如此机会 一名魂殿强者一口血水喷出来 胸口起伏 很明显被夜晨气得吐血 看着夜晨悠闲的样子 仿佛自己的后花园一样 雷霆的威力 能不能再强一点 这个时候夜晨一句话 让魂殿强者差点被气晕过去 这算什么事啊 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呢 咋这么弱一身心窍净的修为 修到狗身上了吧 夜晨笑着开口 能够气气这些魂殿强者 内心就感觉非常的舒坦 弃杀老夫 一名魂殿强者恨不得吐血三声 夜晨的嘴实在太欠揍了 一个时辰过去 夜晨感觉继续领悟法则之力 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 毕竟不是纯粹天道降下来的蔑视雷霆 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两枪破你阵法 夜晨一句话可谓是狂妄至极 你真以为能够出来 你若两枪破阵 老夫自费修为 一名魂殿强者气得直接开口 雷霆灭视镇 不仅攻击恐怖 防御更是极其的强横 夜晨费尽全力 出来的话没什么问题 但是两枪想要破阵 怎么可能 夜晨并没有回答 他收起血魔剑 诸天神魔枪握在手中 骤然之间抬起 在诸天神魔枪抬起来的一瞬间 夜晨周围的气势 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刻的夜晨仿佛就像是一柄枪 一柄屹立在九天之上的神魔枪 第一枪 碎星 夜晨嘴里喃喃低语 天地之势不断地涌动 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魂殿的强者看到天地之势涌入进去 眉头紧锁 借助天地之势不仅仅是实力的问题 还需要天地的认可 在整个灵武大陆 星翘镜强者不少 但是突破到封门镜强者却是不多 想要突破到封门镜 必须要获得天地的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封门镜强大的原因 每一招都符合天地之势 封门镜再强大 也只不过运用天地之势而已 现在夜晨能够借助天地之势 岂不是说只要不陨落 突破到封门镜 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在河道镜获得天地的认可 他们还是头一次遇见 诸天视魔枪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枪出如龙 一枪轰击在雷霆灭尸镜上面 夜晨领悟第一枪碎星 当实力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 借助这一枪就能够一枪刺破星辰 在这一刻 雷霆灭尸镜摇摇欲坠 但是却坚持了下来 魂殿强者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真怕夜晨一枪就攻破雷霆灭尸镜 夜晨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 手臂再一次的抬起 第二枪横扫千军 借助腰部的力量 诸天神魔枪一甩 枪头骤然轰击在雷霆灭尸镜上面 魂殿强者目光灼灼的看过去 发现雷霆灭尸镜并没有毁坏 顿时笑出声来 两枪毁灭雷霆灭尸镜 你真以为自己是心窍境强者 其中一名魂殿强者开口说道 然而夜晨的眼神看着他 极其平淡 急什么 雨落 也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雷霆灭尸镜 突然之间传来一阵阵响声 雷霆灭尸镜 蓝色的屏障 开始不断的裂开 这一幕夜晨早就已经知道 第二枪横扫千军的威力 可不单单表面这么简单 雷霆灭尸镜彻底破碎 夜晨从阵法里面走出来 看向一名魂殿强者 开口说道 听说你想自费修为 那名魂殿强者并没有回答 反而整个人的身体不断的颤抖 刚刚的确是他说 只不过怎么也没有想到 夜晨竟然真的两枪就破掉阵法 不仅这名魂殿强者如此 另外四名魂殿强者的状态 也好不到哪里去 夜晨毁灭的不仅是雷霆灭尸镜 更是他们的信心 现在五名魂殿强者看着夜晨 只有浓浓的恐惧神色 雷霆灭尸镜的威力他们清楚 哪怕他们进入其中 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的死亡 可是现在 夜晨轻而易举的破阵 让他们彻底被吓坏了 夜晨到底在 九幽之海中经历了什么呢 实力竟然变得如此恐怖 不对 真正强大的是 夜晨手中的不凡之枪 他们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但是不管如何 都想不出来 五名魂殿强者互相看了一眼 刹那之间直接出手 他们没有办法 早就和夜晨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余地 在五名魂殿强者出手的一瞬间 夜晨整个人的身影动了 他来到其中一名强者身边 诸天神魔枪抬起 一枪骤然之间落下 在一枪落下的瞬间 那名魂殿强者 只感觉自己被锁定 根本没有办法 躲避掉这一枪 在他思考的时候 诸天神魔枪的枪头 已经瞬间落下 一枪直接穿透他的肩膀 一道血水飞射出来 在夜晨的背后 一名星翘镜的强者 突然一刀斩下来 那名星翘镜强者 直接愣住了 他发现在夜晨的背后 竟然只出现一道白痕 连血水都没有流出来 现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都在想 夜晨到底在九幽之海 获得了多么逆天的机缘 在没有进入九幽之海的时候 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 攻破夜晨的肉身 然而现在 好像只是徒劳一样 我还是要做很多东西 我还是要做好 都要与你 我还是要做好 那么多么逆天的